现在北方的季节已经变得很冷了 如果在这个季节能随时随地的享受一杯热的可可 那真是太棒了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热可可的做法 我们自己在家里自制热可可 那么在这里呢你需要一个料理机 然后这里的可可豆呢 我准备的是黑可可豆 然后要提前放在冰箱里冷冻一下 当你的黑巧克力豆已经打碎了 打成粉末以后呢 然后我们加入其他的食材 这里我准备的有无糖的可可粉 美露 当然你可以加阿华甜 糖粉 还有一些玉米淀粉 一点点盐来提味的 然后盖上 我们继续把机器打开 不用几秒钟 我的可可粉就已经拿好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把机器关上 然后呢把可可粉 可以装在一个漂亮的小罐子里 这个可可粉呢 你可以去自己带些到办公室 或者是送给朋友 特别是非常非常的棒 现在闻着一个非常纯的这种巧克力的味道 教训大家怎么样来自制热可可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炉子打开中火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小奶锅里呢放上一些纯牛奶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低纯牛奶也可以 然后呢我们把自制的可可粉呢放到里面 这多少自己按着自己的口味来加 我会加上一大汤勺半这样的一个样子 然后呢一边加热我们一边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做好的可可粉呢就把它找一个密封罐放起来就可以了 因为密封罐呢可以让这个可可粉防潮 之后呢大家在饮用的时候呢口感会更好一些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呢我的热可可已经做好了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炉子把它关掉 在冬季呢来上这样一杯暖融融的热可可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你要找一个漂亮的杯子把它倒进来 不要倒太满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我要加一个冰激凌球 冷热饮搭配最棒了 因为瑞克最喜欢 有时候我会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做一个这样的热可可 有的时候会用咖啡的味道来做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整这个热可可的味道 你可以加肉桂啊咖啡粉都可以 放上一个冰激凌球 哇看上去很棒啊 然后呢我们再多加一些巧克力 在这里呢我用一些这个黑巧克力 稍微把它装饰一下 这个是给瑞克做的 我们再给它掰上两块巧克力 在里面 我替大家尝一尝 非常棒 在温暖的室内 然后外面是非常寒冷的季节 然后你抱着一杯热热的巧克力 真的非常享受 我替大家尝一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